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开预约号的下面就是我的个人情报写在上面 个人的情报如果没有出现错误 就直接拿这个预约号就可以预约打疫苗了 我仔细地核对了一下没有什么问题 这张是问答卷一定要把它填写好了 拿去打针的地方浇上去 这个是问答卷的样板 按照这个样板来填就好了 它就是yes或no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有没有过敏啊 你有没有吃正在吃什么药啊 这些然后这张呢就是告诉你听 你去的时候呢一定要拿这个身份证明 比如说健康保险证明啊 你的驾驶证啊 或者是什么身份证证明你身份就行了 我们一般去医院都是要拿国民健康保险证去的 这个通知就是通知你5月31号以后 就可以预约打疫苗了 我曾经按照上面的电话号码 打过好几次都打不通 然后我又让儿孩子帮我们预约 在网上预约 预约到7月中旬 我嫌太晚了 所以这张是告诉你听 在什么地方可以打疫苗的诊所呀 还有地点啊 所以我们拿着这预约票 又跑到了区域所去重新预约 预约到一个最近的诊所去打疫苗 今天二姐预约了去打那个疫苗 离我们家很近 我现在快到了 过个桥就到了 这里是公寓啊 正好是绿灯 我们过滤灯 过滤灯这里 一直走过去 这个打疫苗呢 是上个月底 我们就收到了那个市医所 就是市政府发来的通知 然后呢 我们给你们看一下 我这 这是桥 这是生田川 嗯 这边是海 这边是去海的 然后这边呢 上面呢就是到山呢 省库 这边是山 就是过这个桥 这里有一条小河沟 叫生田川 打得很干净的 我们给你们看一下 这两边都是櫻花树 这边都是櫻花树 这边两边是櫻花树 这边是櫻花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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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个诗人小诊所 非常干净整洁 有不少人在那排队等着了 负责接待的护士 叫我们换好拖鞋 跟我们说 你们好 这是我们的一片 好了 这个在里面呢 他不给拍照的 我们等了半个小时 大针呢 不到一秒钟都打好了 那个是医生帮我们打针 然后呢 等了又在那里坐 我们打完针了以后呢 就要坐到外面那个 后枕的椅子上 要看看我们有没有 什么不良反应 等了20分钟 所以现在出来呢 差不多4点半进去 出来现在到5点半了 好了 打完针了 然后三个礼拜以后呢 也是星期一来这里 来再打 第二次整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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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